就是整个瑞士手表行业都受到了这个问题 就是中低端的就已经关门了 爱比和PP属于高端的 所以他们还没有马上遇到这么难 但是也够难的了 万表流行力天书接力气 大家好 我是刘比 我们继续说豪华运动表皇家相书的诞生的曲折经历 上次说新款运动表眼看就要诞生了 总的令人很高兴 回到厂里发现情况不一样了 1971年巴塞尔表展开幕前的那晚上 爱比请尊达设计出了一款崭新的豪华运动表 而且马上就有了大单 总经理回到厂里 在高层会上宣布了这个好消息 但当时就炸了锅了 有几个高管反对说 这不是我们应该出的表 这种设计背离了我们品牌客户中的认知 这表示说 这种表我们从来就没做过 能不能做好我可不敢打包票 采购说 我得问问表科厂能不能做吧 咱们现在看看总经理是如何一个一个的搞定的 关于爱比的发展 当时的形式是这样 维持现状 有75%的概率关门 如果做运动表 有50%的概率能活 但如果让当时大行其道的十音表品牌收购的话 总经理跟大家说 咱们都给回家放牛卖奶酪去 对于制表师说没做过 总经理说 咱们入山谷的制表师是最强的 花点时间一定能做出来 最后一关是表壳厂的 人家的答复是 我们不做这个表壳 这造型的表是那帮十音表厂家做的 其实说白了 他们那套老设备也做不出来 没有图纸 没有设备 总经理说 咱们可是绑在一起的 我们死了 你们也活不了了 这样吧 我承诺一千起步 你也看到了 从单一型号不过百的产量 到一千只起步 其实从此刻开始 爱比踏上了另外一条路 表克厂终于答应了 但从此也上了贼船 尊达不放心 跑在厂里解释他的设计和工艺 结果是工厂大呼后悔 因为尊达的设计 完全颠覆了传统万表的设计工艺 一切都得从头来 表圈要用螺钉从正面装去 但还不能从正面拧 还得考虑防水功能 尊达给爱比的设计 一个是跪在表壳上 一个是跪在打磨上 现在已经很普遍的表壳复合打磨 也就是抛光和拉丝打磨 在七年代还没什么人用 尊达要求把这个打磨用在表壳上 搞定了表壳厂 还得搞定制表师 说实话 传统制表行业 装壳这个环节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 但尊达设计这个表壳 与机芯装配起来 可把制表师难坏了 制表师说 这个比组装小金表难多了 装了拆拆了装 结果初代目的这批表 每块都是大师亲自组装的 到了1972年 巴塞尔表展艾比展出了这款全新的运动表 当时业界炸了窝了 同行笑话说艾比要完 专家说还没见过这样的运动表 反正这款表被国际喷子喷了整整一年 那真是各种难听的话都出来了 什么一款高级表设计成这个样子 没人要 什么一款钢表卖的比金表还贵 智商税等等等等 这些评论你听了是不是耳熟 艾比被黑了整整一年 卖得不好 但市场突然发生逆转 开始有人来店问了 你们那款长得像石英表那款还有吗 别人说卖完了 一听说卖完了 人们就疯了 皇家相树一路走到今天这种强手的状态 而百搭菲利英雾罗几乎是同样的发展路径 但是起伏更大 这个我们后面讲 前面说了 因为这款表交货期拖的特别长 反正也没人说艾比是饥饿营销 因为头一年卖的并不好嘛 你说卖的不好吧 但是后来发现有几个大人物手上戴的是这款表 其中就有菲亚特的总裁 还有英国王室的某成员 说了半天 尊达涉及这款表的时候 并没有给这款表起名 的确 关于这款表叫什么名字 艾比一开始也没重视 因为你知道 这些小众高端表 一般也就是用编号命名 现在要面向更大的市场了 就需要一个名字 这款表在内部曾经有好几个名字 有的写的特别low 有的不错 但是没采用 比如说 Escalibur 艾比没用 但后来另外一个日内瓦品牌用了 那么皇家像树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你一定以为尊达是受了英国皇家像树号军舰的悬窗造型启发 设计了这款表 所以叫皇家像树 但我告诉你 这个是表圈B表S文化伪专业内容的一个例子 前面说了 尊达设计这款表灵感是来自他童年看到的潜水服头盔的造型 与任何舰船无关 其次 尊达设计完这款表之后 都没有给这款表起念 最逗的是 英国有好几艘军舰叫皇家像树 但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战绩 混得最好的 就是跟美国小英号航母一样的结局 现代营销起个好名的是至关重要的 皇家像树军队的灵感肯定不错 但据艾比的官方资料 因为这款表是高级品牌首次做运动钢表 钢嘛不是贵金属 但怎么能让人联想到高贵呢 英王查尔斯二世 钦点救命的英国像树为皇家像树的故事 刚好可以用来让钢表高贵起来 看出来了吧 用皇家像树这个典故 使钢表高贵起来 为了不侵权 艾比也还要跟英国叫皇家像树名字的单位 取得命名权 有命名权那么一说吗 不知道啊 反正艾比从英国一个叫皇家像树的酒吧 取得了使用权 话说在英国有好几个酒吧叫皇家像树 那不管了 总之 皇家像树的诞生经历了一番曲折 上市后一方面是太颠覆了 导致喜欢跟风的人不敢买 另外一方面是连制表师做出来都费劲 产量也一直上不来 所以皇家像树起步很慢 但一年后开始发生 最近几年到了意表难求的地步 这其实有点非理性 因为从机心素质来说 还真未必配得上这个地位 但不管怎么说啊 皇家像树是豪华运表的鼻祖这个事实时 他开创了一个新品类 话说就在艾比内部为尊达的设计激烈讨论的时候 有个卢森宝来的小伙子 静静地观察着 这个人呢就是Runcleord Beaver 他后来成了拯救瑞士万表行业的三个巨人之一 要知道啊 不是非得涨到杨明奥尼尔那么高才算巨人 日后 Beaver接手宇博 推出了畅销的Big Bang 这个Big Bang使用的倒是典型的整体式造型 宇博的新款Big Bang干脆就叫Intergro 傻爱比说了 前面说的这个爱比的CEO呢 叫George Golay Golay啊 够累的 但人家没白手累 后来被尊为皇家像树之父 是他力排众议 采用了尊达当时用在实用表设计上比较冒头的手法 整体式设计 成就了皇家像树 这个设计对万表市场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有的品牌直接请尊达设计 有的品牌也学着采用了类似的设计 就是那些一开始不具备这些设计的品牌 比如劳力士 也悄悄地进化成这种设计 有人看到别的品牌出一款带棱角造型的表 就说皇家像树 但有可能是因为看了太少 其实就在皇家像树诞生之前 劳力士的一款实用表 就已经有了整体式造型的某些特征了 随着制造技术的进步 皇家像树的表壳再也有什么难事了 但难能可贵的是设计上的创新 是引起消费者共鸣的造型密码 下期我们讲百达斐力的鹦鹉罗 再讲讲江山顿IWC和劳力士 故事老多了 真是一入鸿门深死海 关注我们呗 OK 感谢大家的一键三连留言互动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下次见